属虎呢在2024年只有一颗凶星 基本上呢都是好的局星呢比较多 那什么凶星会让属虎呢在2024年需要注意的呢 这颗星的名字呢就叫做伤门星 就是有一个人呢要去到远地 那我们会有离别之苦的这种内心的一种不舒服 或者是一种不高兴的一种情绪 我们也劝呢属虎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家里的长者 是否他的健康有出现问题 因为呢伤门星也代表呢长者的健康会出现问题的 所以属老虎在2024年第一个你要注意的 也是唯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伤门星 那么老虎基本上在2024年赚钱工作运提拔能力 还有呢自身的这个创新能力呢 都是在前三位的12生肖里面 那么路神星就是在2024年降临在属虎的身上 什么是路神 路神就代表呢 正财运 比如说你是律师 你就可以赚律师的这个金钱 你是KOL你就可以赚KOL的钱 那意思是说你有正值行业的人呢 在2024年属虎呢可以赚取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 那么2024年属老虎其实基本上你一定要认定一个方向 可以给你带来钱财 这个方向呢就是东北方向 所有来自东北方向的贵人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给你带来钱财 所以以上的锦囊呢是我送给属老虎的朋友 我给你带来